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现在看起来有点傻傻的 但在当时可是无比的前卫 狂野 连在大S型中 杜德伟都曾榜上有名 但你知道吗 杜德伟这开创潮流的精神 可是有遗传的 杜德伟的母亲叫张璐 在当年的大上海是一位很有名的歌女 40年代的著名作品有《小象春》和《关不住》 后来的《你真美丽》更是活边上海滩 但他最著名的还是《给我一个吻》 歌词《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在当时是绝对的大胆前卫 等到1952年 张璐移居香港 后来又在菲律宾演出时 遇到西班牙艺鼓手奥利 婚后生下杜德智 杜德伟两兄弟 大概在1975年前后 张璐就退出了歌坛 杜德伟的哥哥杜德智是健身教练 很多客户都是圈内的大明星 他和李乐师也谈过一场长达16年的恋爱 说回杜德伟 他早年带加拿大读书 在父母的培养下 学习了乐理知识 并且学会了吉他 在高一那年 杜德伟就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组建了一支乐队 撑断后 父母给了他们不少建议 得到认可后 他们就参加了TVB主办的 最初两届业余歌唱大赛 在比赛中获得了亚军 杜德伟和娱乐圈结缘 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场比赛中 他结识歌手周华健 虽然音乐才华很高 但杜德伟还是希望能将学业完成 两年后高中毕业 他去了加拿大留学 回后的第一年 他就再次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 有前两次比赛的经验 这次他一路过关斩将 打败了李克勤 周慧敏 曹蒙等员赢得了比赛冠军 从比赛中脱颖而出的杜德伟 成功签约华星唱片出道 音乐作品获奖无数 同时出演的影视剧 也都是经典 比如那档 第八号档铺 可以当时的他是说 歌坛中的老前辈 是将音乐引入 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 引领了舞曲潮流 被称为R&V鼻祖 但是那般盛世景象 最终却被他自己毁了 他的人生崩塌 要说起他最有名的前任吴君如 和吴君如的相识是在出道后的第三年 1988年 经典系列电影霸王花拍摄 两人因戏结缘 谈起了恋爱 这段恋爱曾被外人认可 他们被称为圈中的金童玉女 吴君如更是在接受采访时说到 杜德伟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挚爱 他们这一牵手就是八年的时间 可是在大众都认为 他们好事将尽的时候 却传出了分手的消息 吴君如时候接受采访 说出了分手缘由 他在圣诞节飞到台湾 想要给杜德伟一个惊喜 没想到却撞破他和其他女人的密恋 至于原因 吴君如在治愈饭局上的说法是 有了第三者 但他俩分手后还是朋友 后来小巨石见面 也会毫不避免的拥抱 再后来陈可欣拍金机 还专门请杜德伟客串演出鸭子 杜德伟带着当时的女友 就去了片场 说完吴君如 再说说杜德伟的下一任女友 大名鼎鼎的周文奇 有一说一 这段看起来还是很动对的 这段恋爱 在当时谈的也是很认真 杜德伟带女方见过妈妈 房间婚讯将至 也是传得有模有样 可就在两人谈回论嫁的时候 杜德伟的负面新闻爆发 虽然当时周文奇说没分手 但架不住狗仔 很快就拍到 他和其他男伴同游泰国 再加上后来周文奇 又和上海富商传出绯闻 没多久 他和杜德伟就正式分手了 后来周文奇结婚的时间 和杜德伟也差点撞车 只不过在速度上 还是周文奇碾压 肉眼可见 杜德伟在周文奇之后的 择偶标准就变了 必须是大美女 也是在和周文奇分手后 杜德伟玩的相当疯 空窗期要玩凶一点 玩的太疯 疯到在2005年拍摄新歌 《独领风骚》MV时 和陈以仁传出绯闻 可陈以仁当时 是有正牌男友的 许少阳 海豚弯猎人 寻衣草男主角 许少阳和陈以仁 已经到了剪家长的程度 但奈何绯闻闹得太凶 许少阳实在忍无可忍 就和陈以仁分了手 这段三角恋还没完 杜德伟再次传出负面新闻 但这五点来的 却是够窝尿 2002年 在一家酒吧包间里 杜德伟被警察 从口袋里搜出 一只0.13克的手枪烟 杜德伟看到不妙 连忙证明自己的清白 警察不会平白无故 冤枉一个人 当尿浅结果出来以后 确实显示 杜德伟的体内 没有毒品成分 吸毒这一项罪名 算是躲过去了 但是藏毒这一罪名 说什么也躲不过去 因为这一事件 杜德伟在大家心中的形象 跌落在地下 无毒有偶 这件事情的热头还没过去 杜德伟召集的事情 又一次在网络上 引起了渲染大波 就这样 杜德伟直接被全行业给血藏 在一段时间里 都怕杜德伟的事情 会波及到自己 没有一个人敢邀请他来上节目 事业遭遇不顺的杜德伟 却在人生低骨气 遇见到了生命中 最重要的另一半 他是一位短片导演 名叫李小冰 比杜德伟足足小了24岁 虽然年龄相差很大 但是依旧阻挡不了 他们爱情的萌芽 2012年 杜德伟与李小冰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过上了自己的小时光 他结婚那年 就已经是50岁了 岳母只比他小一岁 这样的家庭非常罕见 结婚后第四年 妻子生下儿子 此时杜德伟已经54岁 这个年龄的人 很多人都已经当爷爷了 为了让妻儿以后 过上好日子 杜德伟开始重出江湖 正式签约 成立千代 开启了自己事业的新半途 杜德伟在北京举行了单曲 报警处理全球首唱会 值得惊喜的是 好友梁家辉先生 为杜德伟的首唱会加油打气 而在报警处理的MV中 杜德伟与自己的宝贝 亲切互动 充分展现出自己 亲亲奶爸 对待宝贝的各种 临时状况的处理 去年6月份 杜德伟还被媒体 爆出一组照片 照片中 杜德伟和4岁的儿子 一起在游泳池内 惬意自拍 他一脸微笑地看着镜头 十分享受此刻的天伦之乐 乌黑的头发 在阳光的照样下 相当亮眼 脸上也看不到 很明显的周温 没想到马上 步入花甲之年的人 精神状态 还能像一个小伙子一样 可谓是老当义壮 而他的儿子 套着一个游泳圈 乖巧地待在爸爸身边 脸上肉肚肚的 相当可爱 对着镜头的笑容 很勉强 笑起来的时候 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了 整体长相 就鼻子和爸爸 杜德伟比较相似 可能更多还是 遗传了妈妈的五官 其实有时候 我们看到像杜德伟 这样优秀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 他在成名有了前 之后变得膨胀 而有两次的丑闻 阻碍了他前进的方向的话 那么现在的杜德伟 可能真的要比李克勤要红 可是有些东西 冥冥之中 他就注定了 每个人做的任何事情 都要付出代价的 虽然说杜德伟 因为两件丑闻 使得自己毁掉了部分的前程 可是现在的他和自己的妻子 经营着属于 自己的服装品牌 日子过得 还是非常有自由味的 只能说 有钱人的世界 我们真的不懂 即使他们犯了这天大的错误 他们转过身来 又换一个心态 依旧活得比我们潇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